众所周知兄弟们 元气技术又更新了 那么这次更新的内容有哪些咯 接下来就雕哥为各位萌新玩家和老玩家一一解读一下吧 当然还是希望各位给雕哥点个赞 多多支持一下 谢谢了 首先第一个题目就是狂战士的狮子猪了 由于之前雕哥落视频度歪了 所以说雕哥在这里就不能给大家展示个购买过程了 我们就直接来解读一下这个皮肤吧 说实话这个皮肤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的 只不过是课经解锁 一技能狂暴了看着不错 二技能闪打了看着也不错 三技能跳跃看着还是不错 总之我觉得这个皮肤对于雕哥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就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喜欢不呢 第二个皮肤呢就是警官的天平座了 说实话这皮肤让我看着有点毛骨爽的感觉 因为你看那个天平座的皮肤 他那个舌头竟然是往外伸的 你说他有没有那种恐怖的感觉呢 不过我解锁的话需要赛起金币才能解锁 那对于雕哥来说先鸽子一会儿 而他的一技能呢我感觉也没啥感觉 二技能呢看起来好像也没得啥子感觉哦 就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个皮肤到底怎么样呢 好了皮肤看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看我们的新角色了 没错就是从这里通往二楼 到达世界最高层元气骑士第二楼 没错在这里我们遇见了我们心目中的绿神 他就是我们新角色博士了 而在二楼的话还有一个角色 他就是我们的橱梁 橱梁旁边呢有一个游戏机 不过这个游戏机还在编程中哈 那接下来咱们就等两位的程序儿把它给搞定吧 至于这个游戏机到底有啥作用呢 兄弟们你们可以猜一猜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角色上二楼 那么对于某些玩家来说 如果想上二楼选角色 那就一定要记住这个标志 没错就是这个爬楼梯的标志 咱们只要爱用它就可以到达世界最高层 没错凉物到第二楼 然后呈现在你面前的就是我们的最近角色 不是了哈 由于之前调哥这个录视频都歪了 所以说咱们只能解读一下 他那个角色技能 他的皮肤特性了哈 对于他的技能来说 我觉得还是非常可疑的哈 因为通过他的子弹 就可以产生一个感电效果 这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调哥呢 他这边是直接把它给升级了 注意高级了 你看这打起来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但是呢 在这里调哥要说一点的是哈 这个新角色被挨打的音效 就有点找不出了哦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听听这个被挨打的音效是啥呢 不挨 至于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装饰联机皮肤了 不过说实话 我看了之后 哎呀我去怎么还差这么多皮肤了 然后再想我发现 哎呀这些皮肤好像都需要 上一三年载来的解锁啊 乖乖 两位你真是不让我拥有这个年载防线皮肤吗 至于最后的话 我们就来看看 骑中的新技能 没错 也就是他的三技能 六脉神剑啊 这技能就说吧 有点利天 可以将那里注入自身 和附近我方角色的武器中 乖乖 四个骑中年载的话 那就会轮流失望那个六脉神剑咯 有点离谱哈 那接下来 咱们就带着我们的加车银 和我们彩虹合并而成的 彩虹加车银 去看看那个六脉神剑 到底有多强大吧 来来来咱们先拿个血刀网来试验一下 直接开启六脉神剑 乖乖 打的那个柜血刀网真的是有点 扛不住啊 最后直接被秒了 结果没想到 这边荣幸遇到了我们的 A党师 乖乖 好家伙 好家伙 然后的话 我们就拿那个骷髅网 再来试验一番 兄弟们你看 我们这个六脉神剑一开之后 哎呀这骷髅网 有点扛不住啊 感觉这血量直接往下掉 哎呀 最后直接被秒了 至于恶魔术师的三技能 陷阱大师三技能 以及我们的矿工三技能 有哪些优惑呢 兄弟们 你们可以去看看哟 如果您了解 警察的相机 其实不是一容易 是因为心中 这种的男人 对小伙优优独立的 对小伙优独立的 课气 我们就在这身上 心里小伙优独立的 我的 疯独立的 对小伙优独立的